魏小姐妳好 妳好 妳今年要接這個 芙蓉獅子會的會長 是不是 妳可不可以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芙蓉會接任會長 魏淑妍 因為本身我是從事服務業 一直以來我在服務社會 服務人群 那過去的服務是有償的 因為在事業上 到一定的程度以後 妳會想說取之一社會 用之一社會 現在我也要從事服務的工作 只是我現在的服務工作 是無償的 並且要犧牲奉獻 所以說對我來講 是人生的另外一個挑戰 是 那我想請教一下 魏小姐姐 妳接任這個 容認這個芙蓉會以後 妳對個人有什麼期許 跟願景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嗎 因為我們芙蓉會可以是說 目前在我們基督區 是最大的一個女獅子會 一般來講 女獅子會跟男獅子會的性質 是不一樣的 那我能可以接這一個 這麼大的一個女獅子會 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說也給我人是一個立業 那將來我們服務容獅子會 不僅要把每個位獅姐 做到的工作跟服務的工作 我們不遜於男獅 我們男獅修 我希望我們女性 也可以在這個服務方面 可以做得更貼切 也可以說是說 女生來服務 可以說是 應該是更細緻一點 所以說我們把芙蓉獅子會 我們要把它打造一支 最強勁的一個女獅子會 在我們基督區 服務不落人後的這種標準 是 那我再請教 我們這個 將來的這個準會長 衛準會長 那個聽說妳有 有意思要競選這個 我們獅子聯會的會長 主席是不是 對對對 那妳 請教妳說 妳擔任這個 聯會主席以後 妳有沒有 心目中有什麼 一個構想 如何能夠 扮演好妳這個 聯會主席的這個角色 職務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這樣的 因為姻緣機會 就是很幸運的 接到我們 一三一四 在這特殊年份裡面的 一生一世聯誼會 我願意出來服務的原因 是因為 我先生 他也創立一個大整室職會 所以說我們兩個人是同學 也就是說 我們有兩份的力氣 可以在這個聯誼會服務 所以我自信 我的服務是百分百的 因為兩個夫妻同心 並且我兩個小孩 也都在世事會裡面 我的兒子也是在世紀會 我的女兒也在我們總裁會 諾貝爾會 可以說是一人當選 全家服務 那未來我們這個聯誼會 我覺得 在這100年七個會裡面 我們一定是要 塑造一個團結的氣氛 因為我們的基督區 在這個全國裡面 可以說是模範生 我希望我們除了聯誼會 對這些會長 大家同心同力 來為我們的基督區 再創一些豐碩的成績以外 更且我們在今年的聯誼會上面 我盡量聯繫我們這些同學的情感 畢竟這是長長久久的 把這個團結氣氛做起來 未來我們這些同學的情誼可以更鞏固 這是我未來想要做的一些細節的部分 我都已經籌備好了 可以說我準備好了 因為有一個支持我的力量 就是我先生非常的同意 我兩個都願意來共同來服務 謝謝 謝謝我們為會長給我們接受我們的專訪 感謝您 謝謝 謝謝 謝謝